余教授好 您好 复习女娲图上古神话 DNA双螺旋结构 把这两样东西能联系在一起 余教授 您这脑洞开出了不止上下5000年 其实这件事并不是我把它联系起来 在1953年的时候 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 James Watson Francis Quick 他们推测出来 DNA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 到了80年代 西方的科学家 看到了复习女娲图上边的胶尾 就想象出来 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祖先 已经想到了DNA双螺旋的存在 所以83年 西方的科学家就把这件事情 登在了一个杂志的里面 复习女娲图 就成为这个期刊的首页图 这个期刊是哪出的 这个期刊 是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立书有书有真相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世界社会的形象 对 第二页就是我们这福西女娲图 您看一看 这行字很关键 万物化生 这幅中国古画 以双螺旋线为象征 表示阴阳作用 化生万物 克里克和沃森于1953年发现 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 正是双螺旋线结构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天哪 这次巧合的发现 到底是科学和艺术的相通 还是现实 以及历史的一种奇妙的相似 一时间科学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别说1983年 就是我们现在看也觉得 这种巧合太神奇了 那不止一个巧合 福西女娲是我们的人文祖先 DNA是蕴藏着我们祖先信息的分子 如果我们能够解读DNA的序列的话 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 所有的历史都记载在这个DNA的序列上面 对 所以这个巧合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人文祖先 和我们的真正的生物的祖先 他们之间一定有故事在里面 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起点 DNA是生命的起点 而福西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起点 总结得好啊你 还行吗